我们带您看买橘子的时候 它的外观颜色是大家选购的参考之外 还有人会依照橘子的半数来决定购买与否 但是橘子呢被外皮包裹了 目测要怎样才能测出橘子有几半呢 我们教您小配方 冬天快到了 橘子也上市了 想要吃到甜度是中外加微酸滋味 而且橘子的半数多还要更多 到底该怎么挑呢 要知道橘子有几半 那还不简单 直接把橘子拿起来剥掉外皮 就知道了 老板总要做生意 总不可能每颗橘子都剥皮 想要知道里面到底有几半 其实还是有所谓的偷吃包 橘子准备好了 首先第一步 我们就是把它的地头给剥开 从地头上可以看到一点一点的白点 就是通往果肉的尾管数 数一数这地头上面总共有十个白点 也就是说这颗橘子里面的果肉有十半 橘子剥完就来数一数看它到底有几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总共有十半 我会挑说颜色跟重量 比较没有看过这个剥开地头 不然就是用手去摸 不剥外皮就能预先知道橘子有几半 只不过外皮上的地头万一先剥除 不止橘子的保存时间会变短 就连卖相也会大打折扣 剥开橘子的地头来确认果肉有几半 这个数字确实正确 不过还是请大家高抬贵手 毕竟这橘子的地头一旦剥开 橘子很快就会坏掉 能不这样做就不要这样做 终于君王爱潮 张俊诺在台中的采访报道